大家好,前几天中国和阿拉伯峰会宣言中,这个文件中提了一条很重要,就是反对文明冲突论。 我们在文件中正式反对文明冲突论这种学术观点。 这个很重要,有两层含义啊。 第一层含义是什么呢?就是说从苏联解体之后啊,到现在,全球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。 这种变革很简单,就是中国主导的这种一理式秩序,在替代西方主导的霸权式秩序。 这是第一个方面。 还有一方面是学术层面,就是说西方人,美国人,美国的学者,随随便便可以解释,他们随便可以出一个理论,去解释全球秩序,解释世界。 然后能够很流行,然后被人信,那这种时代也过去了。 那这个文明冲突论,就是苏联解体之后,美国人搞的一种对全球秩序的一个新的解释。 苏联解体之后,到现在一共出现了,由美国人搞了三种,三种这种对全球秩序的一个解释。 那么刚刚解体之后,全球秩序会怎么变? 那么出来出现了两种,一种,就是文明,一个是文明冲突论,还有一个是什么? 是历史终结,历史终结说,弗朗西斯,弗山搞的。 那这个文明冲突论恰恰是反对弗朗西斯,弗山的。 叫恒庭顿,恒庭顿和弗山之间呢,还有实声关系。 那么,然后到中国崛起之后,2008年之后,中国崛起这个事实,再迅速确认。 然后就搞出来一个休息底的陷阱。 它其实也是解释全球秩序的,只是说这个更针对中国,针对中国和美国。 所谓的新兴大国和守城大国一定会战争,美国是守城大国。 这是三种,这三种你会发现,它其实有一个本质的一点,就是都是基于这种霸权主义的,都是霸权的,都是战争的。 就是冲突,打。 那休息底的陷阱这个,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,一定要打。 就是守城大国和什么什么,新兴大国一定要打。 然后文明冲突,一定要打。 因为文明,它是给了理由,就是文明不同,所以一定要打。 对吧? 那么第一个,历史终结说不打,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,它也是基于霸权的,它的不打是基于一个前提,就是说,就是全世界,全世界都服从于美国的霸权了。 历史的终结,它是从这个制度的角度来讲,就是美国的制度,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,民主制度,它是人类最好。 所谓的终结就是说,历史不再进化了。 不再进化,为什么不再进化? 因为是最好的了,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了。 全世界都服用于美国。 那其实我们来看,就是说,从霸权的角度来看,就是这个时候不打了,不打了是因为全世界服从于美国了。 它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一个状态。 其实它的本质也是一种霸权主义。 它的意思是说,美国已经征服全世界了。 它这个意思。 然后,他的老师亨顿顿说,没有,美国还没有征服全世界,还是会打。 为什么会打? 他一定会打。 如果全世界不服从于美国,那就一定是打的。 这是美国人的思维,西方人的思维。 那为什么会打? 他只是找理由。 所有的文明的冲突也好,什么休息底的仙女也好,他只是要找理由。 他类似于说,狼要吃小羊。 他一定要找个理由的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,这种文明的冲突论也好,历史中学说也好,他是,其实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。 然后,他表达着他的这种霸权思维。 包括休息底的前景也是这个意思。 那,所以中国我们现在开始反对。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开始反对? 是因为中国崛起了。 中国已经可以对全球秩序可以施加影响了。 那么尤其是我们领导着亚非拉这一块,对吧? 然后中国的崛起带动亚非拉的崛起,然后使得西方逐渐在偏离中心,偏离在边缘化。 那么中国对这个全球秩序正在有主导作用。 而我们对我们的这种秩序,就是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和西方是不同的。 西方是霸权的,一定要打的。 那我们是,我们是叫义理式的。 我们以,我们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,我们提出了一个和平共处无相这品原则。 它是我们义理文化的一个在外交领域里的表达。 它是以什么为基础? 为尊重? 以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。 那尊重的核心是什么? 内政,我们说要尊重内政,不干涉内政。 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我们在文件中正式提出反对文明冲突论。 它实际上来讲是苏联解体以来,实际上也是整个近代以来,这个世界格局在发生变化。 第一个方面,中国在主导全球秩序。 我们正在以中国的伊丽丝的秩序来替代西方的这种霸权式秩序。 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就是说,就是西方在学术上也失去了对全球秩序的这种解释力。 没有,也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话语权的问题。 那么,那么以后我们会看到,就是西方随意愿提个理论,然后就能够在全世界流行,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也信,这种情况不会存在了。 那么以后一定是以中国的这种伊丽文化,伊丽式的这种概念去解释全球秩序。 那么,所以这两个层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,一个是全球格局本身的变化,就是中国的,中国式的这种秩序,在替代美国式的这种霸权秩序,我们的伊丽秩序,在替代的霸权秩序,还有一个就是学术层面的问题。 那么,就是西方也失去了这种学术解释力。 两个方面。